漂亮最有名最就是最震撼的 應該是五六月的時候的那個 台灣百合 你看一下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後面的金色的 這個是什麼石板菜 金黃色的黃層層的 那在這個岩石的那個孔鳳裡頭 台灣百合其實生命力很強 我換你的金花石蒜正在開 那那邊的金花石蒜應該也這個時候 應該是正在開的 可以已經開了 不要摘啦 這個有毒啦 那金花石蒜 我覺得它是很漂亮的一棵植物 它石蒜顆的 一般石蒜顆都有什麼 都有毒喔 顏色很漂亮 第二個它那個花瓣還有花絲 整個的結構看起來就是很 很豐盛這樣 特色的就是金花石蒜跟台灣野百合 但是在這個島嶼上面 有用基隆來命名的 有好幾種植物名稱 是以基隆來幫它命名 那也就是說它是台灣特有種喔 好 這個是短檳草 短檳草 它河本科的啦 河本科的 它上面有一點龍毛的感覺 有點龍毛的感覺 來 短檳 短檳草 你們在步道的旁邊 可以慢慢的去觀察一下 不要只是過樓 過跨紅頂 眼前的這些小花小草 都很值得欣賞 孔鳳 中間的這些 這個就是基隆繁明草 那還有一些蕨類 這個是全員觀眾蕨 剛才講的那個紫板菜 紫板菜 還有呢 基隆折籃 每次它開花的時候 就有很多的紫斑蝶 或者很多的這些蝴蝶在那個環境裡頭出現 那這個是非常好的蝴蝶的蜜圓植物 他已經也都可以看得到他 就是基隆折籃 再來很快速的來看一下 你看一下 又是基隆的名稱了 這個名字很怪 筷子戒 基隆筷子戒 它就是十字花科的戒 掛材的掛 一個草字頭 一個介紹的戒 好像掛材的那個概念 所以它是十字花科的 要讓同學們關注 或者記錄它的特徵 你看一下 筷子戒的概念是這個樣子 像不像我們的免洗筷子的那個長度 這個是在布道旁邊 就可以看得到的筷子戒 好 果實 就是整個 也是以基隆來命名的 有沒有看到那個賓海的那個步道 對 這個是 銀子草 銀 蒼蠅的銀 銀子草 銀子草 它平常開花的時候 是整桶的這樣搏 搏搏搏 漂亮 你看一下 剛才這個是有點 這一蟲是有點 有一些要卸掉的 那有一些還滿新鮮的 銀子草 這也是在步道旁邊可以看得到的 一些這個 很具特色的 平常是這個樣子 那開花的時候 葉子會細一點 那不開花的時候 那個時候蓄積養分比較多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葉子會相對的比較肥沃 肥沃一點 這是它花的特色 花的特寫 有沒有看到它花瓣在翻轉 那個花瓣 它那個拉得很長然後會翻轉 也是很漂亮 好 剛才都是那個基隆 再來因為地緣的關係 它跟琉球 跟日本的這些植物 會有一些脈絡 那這一棵最早以前是在日本被記錄到的 但是基隆這邊也有 那我們 都叫它三條吉 三條吉 就是山藥啦 好 這個葉子 野生的山藥 野生的山藥 你看一下 葉子是這種細細長長的 我們 它開花的時候 也是小小而已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在金山那個地方 有專門人就是培育這種山 就是野生的 但是用 用現代的農業技術去栽培 口感特別好吃 尤其那個基隆市政府 會在這個島嶼上面 會找工人去談炒 那談炒的時候 對於我們經常在這邊做調查的人 就是很痛苦 因為他一談炒工人 你也知道他不會去 不會去跟你分 分他說這個是冰尾的 這個是紅皮酥的 是什麼鬼東西 不會 所以 基隆市政府有 要去那邊砍炒的時候 他一定會通知誰 通知基隆鳥會 基隆鳥會有一個 一個群組在那邊長期做生態調查 還有植物調查 但是跟我們這個低海拔的海邊的這個 日本番白草是不一樣的 好 現在有一種開始叫做日本的 日本也那個就是日本鼠域 就是野山藥嘛 再來日本番白草 還有一個 來看一下 日本番白草開花的時候真的是漂亮 你看一下這個黃層層的 這個是紅皮酥裡頭的一個冰尾植物 翻白草 我要一直要找他葉子翻起來 白色的 他的葉背是白色的 那我想這一次再去補拍 我竟然沒有找沒有拍到 或者拍得不好 他的葉背是白色的 背部背部 這樣 這又是一個日本的名字 前湖就是那個房奎啦 我們房奎去哪裡看得到 金山有沒有看到房奎 有沒有介紹日本房奎 這個很多也是拿來當成藥用植物 藥用植物 房奎有 你去查一下 有很多的藥用的功能 但是你到金龍宇不要爬山涉水 跑到這裡來給我拔植物 對 房奎 他就跟我們的那個散情花科的一樣 你看一下他開花的時候 有很多的蟲子 包括螞蟻啊 甚至蒼蠅 都會來這個地方吸這些花蜜 你去 野柳橋 野柳旁邊有一些辦公室 或者那些攤販旁邊 種起來當成防風林的 那些植物 就是日本女生 還有你去富貴橋 富貴橋 登塔旁邊的那個圍梨 他也很耐風 耐海水 那個就是那個圍梨 綠梨就是日本女生 下次再去海邊的時候 看到這一棵植物 他其實野生的 那已經有人開始把他當成作物在栽培了 日本女生 他果實數量也很多 就要找到一個圍梨 他心裡有很多 在此 那是 我們現在的 就要找到一個圍梨 穿了 在那邊 開花